大家好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六 我们今天复盘一些重要股票的周线日线 看一看长线中线以及偏短线的一些思路 欢迎您为视频点赞 也欢迎您成为本频道的赞助者 那么本周呢 市场给出了一个非常强劲的微型反转 那么很多个股呢 也是走出这样的一个走势 先是回落 然后两个交易日是消息面 给出强劲的上拉 那么很多个股也走出了类似的行情 但是呢 也有很多个股并没有啊 给出强劲的反弹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看钢铁行业 我们先看周线 我们对于钢铁行业的判断呢 实际上我们最早的一次呢 是对这个多头波段的一个波段化处理 对吧 也就是多头趋势的一个结束 那随后呢 我们看在周线级别 空头啊 给出了一个大型的下砸 那么砸到了哪个位置呢 砸到了这个附近 我们不妨呢 就把这个支撑区啊 放在这附近 大家看啊 就这么调 那么周线给人的感受是呢 他再次回到一个非常强劲的上拉哈 我们看到啊 近期主要的反弹呢 还是本周给出的哈 那么之前我相信很多交易者呢 都不敢去贸然的去看强度哈 那么现在啊 周线给人的感觉就是要再去往上测试重要的一些阻力区 因此我们要在周线级别画出一个可能的阻力区 那这个位置可能是吗 可能是啊 我们画在这里 为什么这里是 其实当前K线就是啊 为什么呢 大家看他左侧实际上是一个密集的博弈区间啊 跌下来测试这再跌 突然跑上去再回踩这 跌下来再测啊 所以这是个横向的密集的整理区间 都是最近的一波跌呢 是跌到了这个长线的趋势线上 这个位置正好呢 跟当前的K线是对应的啊 所以啊 下周啊 这个位置有可能是临界位置 那么在周线级别 MACD目前还是死差的状态 但是有粘合的迹象 所以具有粘合迹象并不代表着最后一定会形成金叉哈 应该有这个认知啊 好 我们看一下日线图 日线图给人的感受是呢 像很多股票仪啊 都是强劲的对下跌局部趋势线啊 进行了向上的突破回踩 弱势回踩 向上挂突破单继续看涨 那对于日线交易者应该怎么办呢 理论上应该挂好一个多头小趋势线就可以了 那么在刚才在周线级别实际上啊 这里是一个重要的阻力区 那么在日线上你可以明显的感知的哈 落到这儿弹起来 落起来 弹 哎 这个附近吧 所以下周要注意了哈 总之呢 下周呢 是我们很多个股都要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博弈局间哈 所以能否延续强劲的多头 拭目以待哈 那么我们啊 在周五的盘后节目中呢 也有网友啊 有两大派言论哈 一个呢 是不看好下个月 也就是说下个月开始看暴低哈 另外一个月 不是 另外一种言论呢 说还要再涨 涨完之后再暴低啊 那么这两类人都是神人哈 神人哈 反正我是啊 猜不到那么远哈 我们啊 一步看一步 因为在熊市中呢 你看太远的话 这都是异想哈 异想 当然他也应该是有自己的一定的依据哈 比如说他预计这个 或者说他预计那个哈 他们肯定是有的哈 那么相信谁的预计呢啊 没人想啊 哪个我都不信哈 我就看K线 好吧 好 这个钢铛行业啊 就是这样 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强劲 咱们也不知道哈 应该还是在下方水平支撑区的一个强劲的支撑力度 还是比较强啊 他有没有可能啊 这就是一个大型的头肩顶呢 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啊 不清楚啊 不清楚 猜的太远没意义啊 没有意义 好吧 那么下周和捆托股票一样 看这里的一个博弈的情况啊 在意 那么啊 如果下周在这里弱势的回落 那有望继续向上测试 之前形成的这个长线的大型上涨趋势线 好 这个是钢铛行业 我们稍微把EMA均线看一眼 的确啊 下周将面临半年线和年线的压制 对上面两根均线组 就是半年线和年线啊 正好和我们画的这个水平支撑区啊 或者阻力区啊 是对应上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裸 可以看得准的话 就是对应那些线啊 好 我们看一下原油行业 那么对原油行业呢 呃 昨天盘后我们对CVX进行了重点的说明 啊 那么CVX近期的消息面呢 主要还是呃 呃 业绩利好 以及加大力度回购股票啊 大家感兴趣可以再去看一下昨天的盘后的节目 那么对于西方原油公司来说呢 它近期跌不下去 重要的一个因素呢 除了盈利层面啊 应该也是不错哈 另外一个重要的层面呢 支撑面呢 就是巴菲特在不断的购买股票 你看巴菲特购买股票这个动作像不像 像不像CVX的股东们回购股票的动作呀 也就是说像 这不过就是换了一个投资人去买嘛 对不对 主要的股东或者主要的这种啊 投资人去回购股票啊 或者是购买他的股票 都是啊 股票被看好的一种表现啊 至少 呃 基本的逻辑上是这样的 好吗 好 那么这个图呢 呃 对于OSY来说 呃 我是觉得 呃 如果啊 你看这还有个消息面啊 说这个拜登又要失望了啊 OPEC加OPEC Plus呢 据悉下周将保持产量不变 或仅享负增产 那么对于OPEC Plus 在8月3号 俄罗斯和沙特这边呢 啊 就是啊 要举行一些会议哈 看一看如何维持住市场的稳定啊 所谓的市场的稳定 应该就是价格的稳定哈 好 那么因为价格是中心哈 价格是核心需求 啊 这个就不管啊 那么总体而言呢 原油并没有延续强劲下跌的走势啊 而是啊 恢复到了这个多头反弹的一个迹象 那对于啊 WTI原油来说 我们也是不能说短期内要看强空的 还不能看 看到吧 这些个股是不是 嗯 好啊 这就是OSY 我们看一下近期我们重点关注的福特汽车 啊 那么福特汽车呢 我们啊 其实啊 很早就开始关注他 就画好这趋势线就等 他就不冒上去啊 那么最近就冒上去了 最近这个冒呢 应该是下方啊 看到这个位置 左侧啊 历史上是一个 我们换到周线 历史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横向博弈区间 是吧 那么这个横线啊 就是我画的这个 现在是支撑区 对吧 你看测试测试测试 那这个位置就是个重要的支撑区 那么多头嘛 就在周线级别看到了这一点 我们看 对吧 连续两周的强劲拉升啊 他比大盘还要猛啊 因为大盘 没这个猛啊 看起来 好 我们看一下日线 我们在日线级别啊 已经啊 观察到了这样的迹象啊 去做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做多 那么日线级别需要关注的点呢 就是他上升的一个幅度的问题了 那么下一个重要的日线级别的阻力位呢 我们找一下啊 这个位置看看 大概是15块5 这一代 或者16吧 15块5到16这个位置吧 大家看啊 历史上是有一个初点 哎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啊 啊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走了 这是第五浪了哈 你看 这里是个头肩底啊 我们视后看是可以这么说的啊 左肩 头肩 右肩啊 头肩底啊 一 二 三 四 五 那么这个五浪呢 按照我们之前的理论呢 是随时有可能夭折哈 所以多头应该适当的 要注意了哈 也不能说大幅减大 要开始注意这一点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的 接下来的一个走势哈 我们不妨画一个比较紧凑的多头去现在跟着啊 那么一旦破掉啊 稍微给一些这个波波动的空间哈 一旦啊 这个跌破的话 你就要注意了是不是五浪要到顶了哈 那么啊 一旦他也到顶哈 那么将给出一个更为啊 复杂的一个回撤 洗盘 好吧 当前这个波段呢 日线是一个多头非常强劲的一个表现啊 非常强 好 很多啊 这个空头呢 其实我怎么说呢 在大盘层面 我也不是说就一定会看强功啊 我也会随时而变 有人说这个昨天你还那样 今天就变了 那不就是这几天他有变化吗 我才变的吗 那么之前我还是比较谨慎的哈 还是按照顺势交易的逻辑去看 他如果他给出我反转的一些强劲的信号 那我就要变哈 那这些个股也都是在给出一些哈 但是有些个股还没有上去啊 有些个股还在底下横盘的哈 我们啊 今天或明天的节目中会看到这样的股票 所以你不能说市场就一致性的认为是强劲牛市回归了哈 这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认知 好 这是伏特汽车的一个特点 我们看一下Snow的周线 Snow的周天给人什么感受 周线图一个明显的下跌趋势 我们不妨这么画 发现啊 最上面这下跌趋势线还没被测试到哈 那么在局部呢 还有一个啊 相对陡峭的下跌趋势线 我们就画一个 哎 发现他突破横盘 那么最新的一周呢 是止跌阳线的感觉啊 那么下方周线是一个金叉 MCD也是一个金叉 所以后续有望走出一个C浪啊 A B C 再去往上测试到180一带 我们看一下日线啊 嗯 说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啊 嗯 我们 我们 我们画一个这样这样画 哎 再画一下 刚才周线他没有同步到这个日线上来 我们怎么画呢 就这么画吧 但是呢 我们要同样找到一个可能的阻力区哈 这个阻力区可能是在这个附近吧 画在这个抽点附近 也是OK啊 所以接下来一个可能走势呢 就是往上 嗯 啊 洗了洗了拍啊 没有跌下去 没有创新低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的一个趋势 死了 这这要活了吗 有可能啊 有可能要再走一步 A B C 或者把这个放低一点 放到这也行 大概是170 175 这一带170吧 嗯 乐观一点 就测试上方这个下跌大趋势前啊 这个是这个图 我们看一下均线组 嗯 现在呢 是被60均线所压制啊 那么接下来乐观一点 可能到半年线啊 也就是绿线附近 好吧 但是啊 我们啊 应该知道啊 这个突破的突破上去 对这个蓝线啊 对这个60均线 突破上去 应该还要微微回落一下啊 所以这个东西呢 也不要太过着急 嗯 但是啊 不不举呢 当前是正正当时啊 嗯 好 后续能不能恢复到强劲牛市 大家看 是不是上方还有好多阻力区 半年线年线都在压着他啊 所以不要太急 没那么快 嗯 我们把线关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AF2M 这个图的周线 给人什么感受 哎 跟刚才的图差不多是吧 但是还是有不一样的啊 我们看他这个下跌趋势线是直勾勾的 然后近几天我们确实是看啊 上行 那么在阻力区方面呢 我们感受到啊 这两周给出了一个回落 嗯 突破回踩拉升回落了 然后接下来能不能涨是吧 看这个样子有点要向上的意思啊 那么下一个周线级别的阻力区 我们应该画在这个位置 好吧 好 我们看一下日线又得重新画 我真想骂他 刚才刚想骂啊 后来发现自己是一个博主 我不应该骂啊 好的 因为都得重新画 原来是可以同步来着啊 不知道这功能在哪 好 我们看啊 这个突破回踩拉升回落啊 又到阻力区 再拉升吧 再拉升啊 有可能再拉升 因为啊 这个有可能啊 这个突破上去啊 我们看突破回踩拉升 第一次回落 第二次至少再测试一下 30一代 现在是26吧 2627一代 如果突破上去的话 那就有望往上走啊 震荡上行 那多头呢 也可以加一个局部的多头 趋势啊 跟一下 或者紧一点都行 紧一点也行啊 嗯 好啊 这个是这个图 我们再把针线组简单看一眼啊 嗯 嗯 他也是到60线啊 那么到 突破上 这个突破上横线上去 应该是到半年前这停顿一下 回落一下 是吧 看看指跌弱势的话 将有望向年线再测试一下 这正好对用着我们的横线的阻力区 对不 嗯 这个线还是 这个默认的线和和我们这个 技术分析 裸克技术分析还是基本一致啊 基本一致 嗯 好的 我们看一下 ENPH ENPH 这个图给人什么感受 他已经走了好久了 对吧 我们画一个好久的趋势线 我们先看周线啊 嗯 我们发现他跌破这个趋势线之后 给了个死亡之纹 突然回落啊 但是呢 现在分析回落之后呢 他并没有猛烈的下跌 而是在高位无序震荡 对吧 哦 高位的无序震荡啊 好 这个是这个图 我们切完到日线再看一眼 嗯 我们再画一遍 他跌到这里 只低啊 在上方呢 遇到横向阻力区 稍市突破哈 我理论上我们应该画一个通道线 但我们之前说什么来着 不是特别喜欢通道线 那如果按照通道理论的话 你应该卖了 对不对 嗯 不是特别喜欢通道线 就是因为他限制我们的上涨 那接下来会怎样呢 哎 这个问题 营销啊 会怎样呢 哎 呃 那么接下来有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要再回落啊 一般中性的预期呢 是回落啊 再止跌 然后再突破这个高点 又往上拉啊 这是这样的一种情形 因为啊 在本周呢 日线图啊 这个点 这个数字啊 标在这啊 表明比这个点高了吧 啊 是属于突破 对吧 突破 那么后续可能要回落一下 或者是 还有一种可能性 再往上稍微突破一点点 下周 然后再 再回落啊 至于这个回落 绝对啊 不能这个走出空头来啊 走出空头 你就要跑来 再往上看啊 好吧 那网友问啊 我的粉丝问这个图 估计呢 就是想知道 他接下来 按照哪个理论走呢 这个问题问的好哈 嗯 他就哪个理论 按照通道线理论啊 结束了 到这就应该卖是吧 理论上是应该减仓的啊 理论上 按照通道线附近吧 啊 可能再往上稍微测一下 把这通道线画准一点 再往上拉一点 然后可能会回落 理论上啊 这个回落就是空头 这是多头啊 适当减仓的一个效果 如果回落过深的话 那就是空头进场了 那应该怎么预期 我也不知道啊 因为这个属于啊 偏高位的无序震荡 说他有没有可能最终演化成一个大型扩散碳型呢 这个问题又是加个一窍 诶 是有可能的哈 那这样一画就是一个困难要求 对吧 所以啊 中性的预期呢 是应该啊 到通道线适当减仓 看一看回落的强度 同时呢 不能啊 有效跌破 左侧这个中间这个高点 到这个高点附近就应该止住 然后呢 在预期下一步的拉升 是吧 否则啊 在这个位置止不住 这有可能跌或落到下方这些直升区哈 然后呢 给出一些无序震荡啊 偏空的一个状态 好吧 这是一个大型的喇叭口 那么届时 对不对 但现在还不是哈 这是我想象的 所以接下来要关注通道线出的一个表现哈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上去啊 那么关于能源领域 它确实有可能上去啊 大家看啊 3960亿能源税收和支出法案达成一致 那么 EN FACE啊 ENFACE Energy Reports Financial Result For Second Quarter of 2022 22嗯 这个 这样业绩 他也没没说多少吧 创纪录的季度收入5.302亿美元 那就是应该说创新高了呗 这个利好呗 消息面是利好 总收入增长了 20%与低低就相比 好吧 那这个图 这个图也要看啊 那多头还有一种怎么做法呢 来我来再来说一下啊 你画一个趋势线 行吧 你画一个趋势线 这个趋势线就是你的 作为一些减仓的一个位置的一个依据 行吧 你自己画一个稍微给一点弯度的一个趋势线 行吧 好吧 理论上是有可能继续涨的啊 如果他业绩好的话 但是我们要注意哈 市场是博弈 不是完全按照基本面走啊 按照基本面走 美股应该低 对不对 那不完全那样 好吧 换一个多头趋势线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通道线附近的回落的止跌的情况 如果止跌不是很强势的话 要进一步设定一个减仓位啊 自己去判断一下 这就是做法哈 思路 不能说这个通道线无效哈 有时候是有效的 好 我们看一下TDOC TDOC的下跌呢 实际上是非常强劲的 啊 那么他这两啊 啊这个前天吧 这个业绩爆爆雷是吧 我们提了一下 然后市场就给出了一定的反应 但是呢 这周呢本身它是一个收线啊 但是收到了这个RK线的中位哈 中间的位置 看到啊 跌下来谈回去啊 表明在尾盘还是有所拉升哈 所以周五这天上挡了百分之三点五一 我们啊 应该进一步找到它的重要的阻力区和支撑区 那么支撑区呢 肯定就是当前这个附近了啊 低点附近 对吧 我们看到下方周线有拼板 拼板 那么阻力位呢 我们可以画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会偏高一些 偏高吧 那我们再增加一个 当前的这个位置的一个触点 你看对应点这儿 对不对 所以在周线级别 你可以多画一点 因为切换到日线 你就会看到很多这个很高的一个距离了 好 我们看一眼 日线图 哎 这日线图 这个它怎么就同步过来了呢 这个软件有bug啊 就是什么bug 在周线上 我刚才画了线啊 那么他在切换到日线又 又可以了哈 刚才那几个图就不可以 好吧 那么这个图应该怎么看呢 加个音效 哎 哎 这么画 好吧 说他一定会跌吗 不清楚啊 往往有跳空缺口的 还不清楚 他接下来会怎么样 我们应该再观察一下 说谁还出现这样的出来着 啊 好像是那个amc吧 啊 那么下方日线级别是一个 呃 死叉啊 是一个死叉 那么这个位置呢 有点指定的感觉 那因此呢 这个位置要进一步洗盘 好吧 那多头如果想布局的话 可以拉长线啊 去看 我们的加仓位 还不在此哈 还在这一根 第二根大型侠地训练的右侧在意 那么即便是进行到右侧 应该也是一些反复震荡哈 反复震荡行情 好不好 这是TDOC 还不要太过着急 嗯 啊 说几支了 好 我们把这个ZAM说一下 ZAM的周线呢 啊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大型的顶的感觉哈 但是我们之前对于顶的概念是什么来着 不踩顶啊 不知道他是不是顶 所有的形态都是双向的 哎 这个位置是不是有止跌的迹象 好 会或者说往上拉一点 是OK的啊 因为中间这有一个触点 好吧 所以这个位置有点相当于整个支撑区的意思啊 嗯 好 这就是周线图给人的感受 我们看一下日线 日线图呢 他实际上又得重新画一遍啊 啊 这个位置再画一个 所以这等软件是有八个 啊 好 我们再画一下支撑区啊 多画线 我就喜欢画线 这画一根 这画一根 哎 我们发现这有点ABC的感觉哈 他既是双重顶又是ABC 那怎么办 你看他跌下来跌不动啊 我们再画一个局部的小空头 这么一画 哎 你会发现这底点在这啊 突破上去回踩 创次底点啊 应该看多 局部应该看多 他说局部的多数区域线 应该要这么画 对吧 那么下一个重要的阻力位在哪呢 在上方啊 那么充电可能的停顿点 我们再画一下啊 在这 其实当前就是一个停顿点啊 当前就是一个停顿点 好吧 突破上去就好 会好很多啊 突破只要能突破51啊 52这个位置就好很多 可能会奔向60到64之间啊 这个位置 因为他要汪有仪的话 你就要就要往这边看 什么意思 他不是直线上去的 他是斜着上去的 你给他点时间哈 当然他对各位来也也也 也有可能直钩哈 但是你稍微给点弯度哈 所以说我们说一个范围呢 60到64啊 62这样 对吧 这是一种可能性哈 这是以兴航运 说他一定会上去吗 其实有另外一派哈 这么这个位置画一个趋势线 你会发现哎 不一定 但是呢 这个位置就是死亡之稳的这个位置 对不对 对啊 这个还是有点道理的这种画法 好吗 下方日线级别 amcd还是一个金叉 日线级别的开口金叉 好不好 好 那么今天第一期节目是先这样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amd往下继续啊 好 老板 下方 瞧 罢 呜 歹 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